美东地区受到飓风侵袭已经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 不过多处重灾区的医疗系统人未完全恢复 今天在纽约市政府门前 来自纽约医协会的志愿者们顶着寒风 为灾后人没有恢复的医疗系统呼吁呐喊 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 以更快解决灾区医疗难的问题 飓风过境也有数周 但史丹顿岛克尼岛的情况仍不乐观 那里的一些地区仍旧处在停水停电的状况 仍有数千家庭等待救援 医院只能维持基础的治疗 今天前往市府广场前抗疫的医疗志愿者告诉我们 灾区的齐老需要志愿者送水到家 才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 他们甚至在一户住宅发现了已经死去的尸体 We need the cit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come through with the equipment and the resources and the personnel that the families and the communities who have been devastated need You know, we are volunteers Thank God some of our organizations PNHP, Occupy Sandy, and New York State Nurse Association had the capacity to try to coordinate some volunteer activities But we were all that was there in the beginning And we're still all that's there in a lot of areas We need door-to-door canvasing And we need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There has to be a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So people know what is available And if it's not available, they have to make it available 隨着天气越来越冷 病患随之增加 可是灾区的药物和医疗设施根本不够 医护人员有些也只是志愿者 他们并没有全面的医护知识 他们曾向联邦紧急救助机构飞马请求援助 飞马也乐意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需要得到市政府正式的批准 所以今天他们站在市府门前 希望市长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增派专业医护人员到灾区支援 加紧恢复灾区医院重建 完善病健全医疗机制 他们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华语电视记者赵璐采访报道 联邦紧急救助机构FEMA 在纽约中华公所接受救助登记已经有三天了 工作人民呼吁FEMA只接受房屋被风吹水淹之后的损坏 以及家具受损等补助 实物腐败以及商业补贴不在FEMA的负责范位 工作人员只能协助登记 无法提供援助 中华公所临时登记处相关负责人透露 飞马主要接受个人损失救助 这其中包括房屋被风吹水淹之后的损坏 屋内家具电气损毁 并不包括小商业者因为飓风停电造成的无法开工 实物腐坏等方面的救济 现在天气这么冷市民们在排队拿号之前 要确认自己符合FEMA开出的救助条件 不要浪费时间 如果小商业者需要灾后贷款 可以前往联邦小商业管理署申请救助 FEMA在中华公所的临时登记点 在今后两周的周一至周五仍将继续办公 每天早晨9点30分开始发放号码 错过领号的市民可以尝试在下午再次前往领号 华语电视记者赵璐报道 纽约州政府已经通知了13间油站的负责人 指他们违反了纽约州的法律 涉嫌在风灾之后的一段时间 非法抬高油价 其中有6间位于纽约市内 纽约州政府已经向运营这13间油站的集团或个人 发出正式书面通知 表示他们涉嫌非法抬高油价 州政府将会展开调查及检控 这13间油站当中有6间是位于纽约市 包括有一间在布鲁伦 三间在皇后区 以及两间在布朗市 根据州政府有关燃油定价的规定 在遇到影响市场供应的事故 例如是风暴的时候 燃油零售价被禁止价格大幅提升 纽约州总检察官史树德举出一个案例 长岛市有一间油站 标价每加轮是3.89元 实际每加轮4.89元 而检察官办公室也收到 已经有几百宗有关油价被抬高的诉讼 再来关注下一条 纽约繁荣华部总会15号公布 为了庆祝农历新年 所举办的第14届新春爆竹文艺节 和新春爱心大游行活动细节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借着由本届新春活动提振 遭到飓风冲击的华部经济 第14届新春爆竹文艺大会宴和新春爱心大游行文艺节活动 将分别于2月10号大年初一 以及17号在华部隆重登场 活动主办单位繁荣华部总会15号介绍今年活动细则时表示 今年预计将在新春爆竹节燃放50万发炮竹 当中还有符合蛇年生效的蛇型炮竹 由于今年大年初一刚好遇上周末 主办单位预计将可以吸引近20万民众参与活动 在活动当中有文化表演以及赠送许多精美的小礼物 主办单位呼吁凡具有中国风文化特色的礼品 以及手工艺品业者都可以报名参加 每种产品仅限一家体现浓浓的中国风情 今年这个新春期间会超过60万人 入这个华部消费和看新春活动 记得带你的朋友家人来参加 今年新春花车大游行除了过去以往传统之外 大型赞助商还包括Verizon大都会保险以及麦当劳公司 主办单位也欢迎非盈利机构以及表演团体免费参加 预计今年的游行可超过150个机构 游行队伍包括20至25辆花车 20至30辆古董车以及五龙五十等 游行从17号下午1点开始 队伍路线从雾街开始京东百老汇到葛兰街结束 欢迎各界民众参与共庆新年来临 华语电视记者孙杰文威廉纽约采访报道 最后一会是怎么词和计划的 这位你没什么词 更有助力的